从这里跑跑跑跑 跑下来 跑下来 那这波跑下来是它的这个黄金的 主要运行的这个趋势 这是这是它的主趋势 就是近期的主趋势 逐趋势逐趋势 然后我们看到在今天早盘的时候 走出一个这个向上的这个上涨 这个上涨我们看到它是 这是中间的 有几个因素了 第一个因素的是地缘政治 一个一个地缘政治 还有一个是 当然地缘政治主要包含几个了 几个了 第一个就是欧元区的地缘政治 还有就是沙特 沙特刚才我们说过的第一个 实价无人机 然后带动这个炸药 然后去冲过去 冲过去把这个沙特的第二大练油厂给炸掉 那么冲上来之后 黄金开始重新走它的技术走势 然后在这里我们会看到 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Pivot 这是 Pivot Pivot这个指标在上周非常好的这个压制了在这 非常好的压制了这个行情的上涨 也就是说这是这是在这个位置上是技术面和基本面特别明显的一个一个统一 就是基本面拉上来 然后受到了技术面的阻挡 今天也是在这个位置上震荡震荡震荡 呈现出一个往下走 呈现出往下走的格局 看一看 我们看一看它后续的走势是如何的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这个 这是它的 这是它的这个这个它的它的走势图 这是它的它的走势图 那么黄金将来会怎么走呢 我觉得黄金中间 关卡价位在哪里 关卡价位现在在下移 原来的关卡价位就是退到 整体的这个这个图 再看一下四小时图 看一下四小时图 我们看到 整体上 它的价格了 再往下走 然后呢 触及到下方的支撑位置 就是有几个支撑位置 这个支撑位置大约是在1485 1484左右的位置 其实在这你也可以看到 这个14841485的这个位置 在8月5号冲下来支撑住 另外一个位置就是1495的位置 然后之后上周冲下来支撑住 这周撑下来支撑住 再往下走的时候 它有可能就撑不住 这个这个图形啊 类似我们在交易中所说的 头肩顶形态 只是这个头肩顶的有些变形 有些有些变形 这个构成8月8月中构成一个峰 然后8月的25号就构成一个峰 然后9月初构成一个峰 然后这里上周的这里的构成 它的右肩一个一个右肩 那现在是符合型的右肩 所以它在四小时图上是一个符合型的右肩 这个在这个位置上是一个符合型的右肩 这是在这是在4H上 这是在4H上 这是在颈线 那它中间 它中间 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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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会写 紧也不会写 退一下 NECLINE 是NECLINE的这个价格是大约是在1485 1484左右的位置 是它NECLINE 那这个位置是我们在交易当中 如果如果出现的话 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去 去呈现出继续加码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 这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